大家好 我是Data 今集來到太子會介紹一間很出名的西餐廳 這間餐廳就是明寶石餐廳 明寶石在香港有很多年歷史 我猜也有不少人去吃過 而且自己來網上口碑也很不錯 不過這間餐廳價錢會高一點 價錢高一點就不是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有質素 現在我們就去試一試 要去餐廳我們是太子站B1出口出 出來就立即掉頭 跟著就向前走 前面就有條小馬路 過完馬路再走前幾步就是 其實我來了幾次明寶石 不過之前因為太多人所以拍不到 今天就特意下午茶時段才來 其實客人也不少 不過剛好我就坐到一個雙人位 明寶石有上兩層 下面那一層現在就沒有開 見到二樓面積就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大 當然地方都不算少 不過在裝一些地方 桌椅子就放得比較密 所以如果坐在裏面吃東西 應該都比較吵 雖然它都是一些舊式的炮房餐廳 但環境略為會光猛少少 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我覺得就相當好 我們一講少少明寶石的歷史 它前身就是熊寶石 熊寶石非常出名 在1965年開業 不過90年代就換了手 就由香港人來接手 為免衝突 所以就改名做明寶石 時至今日其實明寶石餐廳 也是非常出名 現在就看看它的價錢 其實我來的時間就是下午茶時間 不過還有五餐餐牌 分開兩款 一款就108,一款就100 每一款都有12樣東西選 這餐就跟餐湯、咖啡奶茶和甜品 供應時間就是星期一至五 上午11點半至下午3點 因為這次我就想吃它的扒餐 所以就沒有叫五餐和下午茶 這個餐牌就有三個精選五餐 這三個五餐都是扒餐 三個餐都是188元 它就跟餐湯 飯、意粉或者是薯菜 另外還有甜品和一杯餐飲 因為我自己就喜歡吃羊 所以就叫了羊架 今次的拍攝有少許不同 我這個羊架餐就會跟上菜次序來介紹 這個是我們的白湯 忌廉湯 看到這個湯的份量就不算是特別多 正常那種 裡面的料就非常之豐富 而且很多樣東西 看到有些是冬菇片、素翅、粟米 還有些雞肉 這個忌廉湯果然就很高質素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材料 所以這個湯喝下去的味道非常豐富 再加上濃度很適中 所以它的效果真的很好 接著我們就看看餐包 餐包也很適色 餐包摸上手就有少許硬 好像不夠鬆軟 另外牛油炒下去之後就不太溶 所以我覺得餐包的質素就有點 很滑滑地 煎羊架份量很不錯 排得很漂亮 顏色很豐富 另外還有一碟薄荷醬 我這個煎羊架不是鐵板相 雖然不是鐵板相 但我覺得造型也很漂亮 羊架有四件 四件大小就差不多 羊架表面煎得有點焦 吃的時候會很香口 不過我覺得肉脂肪比例不夠 所以吃的時候就會硬一點 要咬久一點 另外這個羊架有少許酥味 我們點點蒜蓉汁試一試 一點蒜蓉汁 整個羊架的味道就好很多 可以見到這個蒜蓉汁的味道真的很棒 雖然它是叫薄荷醬 但味道我感覺它是那種鹹甘吉 所以吃的時候就酸酸的 加了薄荷汁的羊架 味道就多了少許酸甜的味道 但幫助就不是很大 那個蒜蓉汁的幫助就大很多 試完羊架我們又試一下配菜 粟米和蔬菜就很多 反而薯菜就不太多 本身粟米的質素都不錯 但吃的粟米味道就比較淡 見到蔬菜就是西蘭花 份量就不算太多 這個蔬菜可能是白雜 吃起來就沒有什麼味道 原來還有少許雜菜 這個雜菜真是名符其實的雜菜 每樣菜有少許 同樣的味道都很清一下 我真的不是很會欣賞 最後就是看薯菜 這個薯菜的質素很好 首先它炸得很脆 另外裡面的薯仔也是好吃的 再加上剛才的薯菜裡面有少許鹹味 所以不需要點茄汁都夠味 其實整個羊架我覺得薯菜是最好吃的 終於去到還有一個環節 就是飲品和甜品 這個是青檸啫喱 啫喱份量不太多 青檸味道很不錯 而且這個啫喱夠實淨 再加上少許花奶 令啫喱的味道更加正 餐飲我又選了熱咖啡 現在先加少許奶 之後再加一包糖 其實加一包糖都不夠甜 喝下去就苦苦底 不過這個咖啡味道挺好的 我有餐就188元 加完之後總數207元 又去到做總結的時候 先說它的價錢 它的價錢就比較高些 不過食物份量我覺得就比較多些 至於食物質素 可能它今天的羊架就比較乾些 加上我期望都挺高的 所以這個質素就跟我想像中有少許分別 不過薯菜就相當不錯 真的好吃 這間餐廳的地點就不錯 地雜盤角就很快到 環境本身就不差 不過始終它的生意太好了 人比較多 所以就會吵一點 至於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就非常之好 其實明保食餐廳 我就上來拍了很久 今次終於可以拍到 總算了一件心事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